从曼香上看,是劳累过度导致的气血虚弱 苏先生,需要我叫救护车吗? 不必了,就进开间房,我来处理 是 得罪了 哇,我刚才是怎么了 你以为过度虚弱,一时心血不足晕倒了 好在我会一点医术,现在已经没事了 对不起,又给你添麻烦了 小时而言,你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偶尔会有些头晕,不过很快就好了 像今天这样直接晕倒,还是第一次 除此之外,有没有别的症状 比如,失眠多梦,手脚发冷,小腹刺痛 啊,是有这些毛病 跟我猜的八九不离十,一定是特殊体质导致的 想要根治,还是得找时机探查一番 苏震,谢谢你 不用,举手之劳而已 不,我说的是你请来王院长为我母亲做手术的事 多亏了你,我母亲现在恢复得很好 王院长都跟你说了? 老黄那个大嘴巴,说了让他低调的 王院长没有明说,但他提到是苏先生交代的 我思来想去,只有你了 今天你又救了我一次,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了 不必客气,等你好些了,请我吃顿饭就好 嗯,我知道了 苏震,咱们加个好友吧 这样有事的话,我也能找到你 好 你这是着急去哪里啊 今天我还约了面试 改天我一定亲自下厨,给你做点好吃的 喂 少主,我已经到灵华酒店门口了 知道了 少主,这个地方可还满意 嗯,环境典雅,灵气充沛,你干得不错 多谢少主夸奖,都是属下分内之事 你给我的资料我已经看完了 当年之事,周家怕是脱不了干系 所以我准备成立一家公司,以此来接触周家 陈龙会地下钱庄的钱供您随意使用 别说一家公司,就是一百家,也绰绰有余 呵呵,杀鸡烟用牛刀 啊,那您预备如何做 过些时日你就知道了 需要帮忙的时候,我自会联系你 是 爷爷,好消息啊 什么事啊,超级忙慌的 我们的新药卖爆了 刚送上来的财报显示 自从用了苏震的新配方,销量提高了三倍 才一周时间,不仅夺回了被周家抢走的市场 还有许多周家的老客户倒向了我们 好,好啊 嘉宜,马上备车 我要亲自登门,拜谢苏先生 爷爷 嗯? 这可是玉城最顶级的山庄 苏震真的住在这儿 嘉宜啊,千万不能以貌取人 这位苏先生可不是一般人 陈老,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这次陈氏集团的制药业务 能够起死回生,多亏了您 陈家愿意拿出药品销售利润的一半作为筹借 心意我领了,请你拿回去 眼下你们刚有起色 正是发展的关键时期 把利润分给我,鼓励于日后的经营 可这次的事全靠您的指点 若没有表示我心里实在是不移不去 这样吧 我手头还有一些独门药方 我出技术,陈家出钱 咱们合作成立一家新公司 利润五五分,如何? 当然没问题 这对陈家是天大的好事 但是五五分实在不妥 我提议二八分,您拿大头 二八?那陈家即不是白打工? 再商言商,就按我说的吧 还有,新公司的董事长 就由陈小姐担任吧 啊,我? 好吗? 好吗? 好吗?